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吉卯欣慰已有心事 这个八字是在说 他很郁闷 因为身弱 但是有弱根 所以他不能宠 那扛也扛不住 这个局该怎么解 很多人学八字 就会学着跟他一样 总是在自己的本命上面这一边打转 但是实际上各位 各位 我们要去看一下他的一个真正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八字 我们就可以知道土生金 去刻一目 所以他就是本命的日主授克 然后他的地支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他的地支算漂亮的 生火 来生土 来生金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地支走的好 但他天干是日主授克 那这只要 这时候要记得 让他天干的这个日主授克 不要加重的一种情况下 他地支的好就能够全部的出现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现在进入的是什么 己事 所以是不是更加重了他的一种日主授克的像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他的一个问题点在哪里的时候 各位 你就不要一直在想说 我怎么那么差 我怎么那么差 他要解决的是心经跟乙木这之间的矛盾关系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把十个天干 一个一个把他拿进去来看 那一般来讲 我们再看 甲 甲来讲 甲几何还是一样心经克他 所以像这一种的 我都不会把他算作是变少 虽然他是 有减缓 可是有减缓 他还是一样克着他 所以顶多只是一种持平项 但不会多好 乙 土生经克乙木 这个可以 乙木可以 丙 丙心合当然可以 两个克他变一个克他 再来丁也可以 所以再来 物这不用讲了 己不用讲了 庚不用讲 心不用讲 这都更不好 认 认可不可以 土生经来生水 可以 为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他本身就可以用的 我们可以知道 他可以用的有什么 以丙丁认为 那来讲 一般我们就会比较习惯给他用的是什么 我们会比较习惯给他用的 就是这一个 丙丁火 丙丁火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丙丙丁火 其实他地支是不是 也是以火为主要的依据 木来生火 火来生火 所以我比较习惯的 就是天干地支能够共用的 能够共用的 所以火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一个食伤 所以他就要去走一个比较专业的路线的 这一种的 当然他也可以用硬 用硬的话 他就要比较低调 然后大量的去学习 学习这一种的 或者是当老师的这一块 当然他也可以用 比肩 比肩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他八字里面 他可以用的 只要他把天干这一块先处理好 他地支的好 自然会显现 但是他天干这一块 假如他就是没有办法处理 到这一些去压制着他的话 你只是把这一个稍微的把他用掉 那基本上他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他是会好一点点 但是那个好到不知不觉的 甚至会跟你说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重点并不是在把这个源头处理掉 是 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 他这个只是加重他来克他而已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知道真正要处理的是什么东西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又再见 拜拜